在中国从来不缺少一夜暴富的故事 从房地产到互联网再到直播带货 造福神话是一个接一个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医疗行业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风口 诞生了新一批富豪 在这当中 久安医疗无疑是令人瞩目的一个 市值从不到30亿元涨到300多亿元 竟然只用了两个月 成立于1995年的久安医疗一直是不温不火 年营收一直只有十多亿元 2013年到2019年久安医疗的扣非净利润 这都是负值 久安医疗的股价呢 长时间在各位属徘徊 但是进入到2021年之后 久安医疗一下就爆发了 全年的预计盈利竟然高达9亿到12亿元 久安医疗真正进入大众视野的是 从2021年的11月份开始 他们的股价当时不到7块钱 但是随后一路飙升 到2022年1月18号的时候 已经接近90块钱 涨幅之大 速度之快 让人一愣一愣的 可能很多人要问了 久安医疗的股价 为什么能够像做火箭一样直线上升呢 这与美国有很大的关系 准确的说与美国的疫情有很大关系 在美国新冠日增几万病例 这已经不是新闻了 几十万也不新鲜 即使是上百万也发生过几次 所以美国对检测试剂的需求量呢 是忒大了 每个月可能会达到26亿剂 如此大的需求量 美国自己根本解决不了 只能找中国 这样一来呢 久安医疗的机会就来了 去年11月份 久安医疗的新冠抗原 家用自测试剂盒 获得了美国FDA的紧急授权 自此敲开了保护大门 今年1月份 久安医疗就被披露 他的子公司呢 获得了来自美国军方的大单 总金额为81亿元 拿到美国军方的单子 这可不容易 按照久安医疗的说法呢 对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 不过虽然条件很苛刻 但这毕竟是81亿元的大单 久安医疗肯定不会把生意往外推 随着来自美国的单子越来越多 金额越来越大 久安医疗的股价也就水涨船高 然而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久安医疗推高股价的手法 那才叫一个高 在披露信息的时候呢 久安医疗总是选择性披露 而且时间节点呢都很有技巧性 今年的1月7号 久安医疗发布公告称 公司1月5日晚间 收到美国FDA的试验报告 显示久安医疗的新冠抗原 家用自测试剂盒 减出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公告发布之后 久安医疗的股价又迎来了一波连续上涨 连续的涨停 到了1月18号 久安医疗的股价一度高达了88块8毛8 市值达到了300亿元 成了中国股市一颗闪亮的星 其实也不对 应该是耀眼 甚至是着眼 但是久安医疗很快就收到了证监会的约谈通知 原因是他们仅披露了部分实验结果 久安医疗所披露的百分之百的检测率 最大CT值是21.59 然而CT值高于22.86的样本 久安医疗的30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也就是说只要高于22.86的CT值 久安医疗的检测试剂很有可能就漏减了 这情况久安医疗没有披露 可能很多人会被这些数据给搞懵了 但是不要紧 大家只要记住一点 那就是久安医疗隐藏了部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而这样的操作手法 或许才是久安医疗一路狂飙的密码 整体测试剂 3-0-4-6-4-4-5-3-2-0 4-4-0 4-5-0